心里里,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来看惊悚美剧《恶行》第六集啦 谢谢大家喜欢这部剧 好久没有被这么多人花式催更了 趁开头说一下 《恶行》是周波剧 美国时间每周三放出一集 所以到目前为止也只能看到六集 现在剧集还剩最后两集 第七集我准备在下周三更新 而最后的第八集会争取在下周末和大家见面哦 终于等到了杀吉妈的时刻 本以为会看到杀人细节 剧集却破天荒的一个镜头也没有给 我们只能远远地听到吉妈的惨叫 她到死都在呼唤小吉的名字 吉妈上一次叫得如此惨烈的时候 是1991年生小吉的时候 在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吉妈顺产生出了小吉 迎接小吉降生的 还有吉妈的妈妈 吉外婆 吉外婆一把抱过正在哭泣的小吉来抱抱 颇有经验地指点着护士该干啥啥 而似乎爸爸这个角色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呢 吉妈甚至都不愿意填报父亲的姓名 吉妈吉外婆住在一起 两人一起照顾小吉 吉妈第一次当妈 多少有些焦虑 宝宝不肯吃奶 宽酷不值等等的问题接连而至 吉外婆劝女儿这些都是小事别太在意 吉妈则坚持要带小吉看医生 儿童医院里 医生告诉吉妈 小吉确实患有发育停滞病 不过医生也安慰紧张的吉妈 只要按照胎烈的注意事项来做 多喂奶多补充营养 小吉很快就能跟上同龄人的成长速度 回家以后 吉妈就全身性照着医生的清单开始照顾小吉 包括喂奶量和喂奶时间等等 她也开始嫌弃吉外婆粗犷式的照料 尽量凡事都自己来 小吉很快就两岁了 她看起来和别的孩子一样健康 这天晚上 表姐来家里帮忙 吉妈还在逗小吉 警察却到访了 原来吉妈因为欠钱写了空头支票 涉嫌支票诈骗 即将面临牢狱之灾 吉妈小心翼翼的说 别让女儿说惊了 吉外婆却非要抱起小吉 一起看着警方靠走吉妈 很快 法官判了吉妈六个月的监警 法庭上吉妈想离开前 最后抱一抱小吉 却被吉外婆拒绝了 吉妈问妈妈 为什么不能帮自己给保湿金 她知道吉外婆是有办法凑够钱的 吉外婆却说 希望吉妈学会承受 冷冷地抱着小吉 目送吉妈离开 监狱里 吉妈几乎每天都要写信给小吉 她靠着对女儿的念想 熬过了复兴期 可以回到家 她就发现 小吉正在院子里和表姐的孩子玩 浑身脏兮兮的 不睡午觉 还吃着其多 说好的警罪一煮呢 吉妈气不打一处来 立马回家给小吉量了个体温 你说孩子病了 吉妈责怪吉外婆 没有按医生的要求来照顾小吉 希望吉外婆 以后不要再插手自己的女儿了 吉外婆却自豪地说 小吉明明就更适合跟着自己 自从吉妈走以后 她放养了小吉 小吉身体反而好多了 为了进一步刺激吉妈 她还说 警察上门找吉妈那天 自己本刻意假装说 吉妈不在帮助她逃跑的 但为了让吉妈受点教训 她偏不 妈妈对自己总是无限的否定 吉妈改变不了妈妈 就选择把注意力放在照顾女儿上面 她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 强加给小吉吃药 世界回到了2015年 杀死吉妈以后 小吉尼克就私奔来到了城里的小旅馆 毕竟是杀死了妈妈 小吉非常的焦虑 她只能靠吃药来维持镇定 反而是尼克似乎对杀人这件事一点感觉也没有 还是按照自己的步调该干啥干啥 但再也没有烦人的妈妈碎碎念了 这又是件高兴的事情 小吉戴上假发 准备和尼克来一场情趣play 激情冲淡了罪恶感 两人叹气了回尼克老家 小吉迫不及待想见到尼克妈妈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退房准备坐大巴 离开春天市 走之前 小吉想吃顿浪漫的早餐 可现实远没有想象的美丽 现在小吉已经是正常人外表了 没有了残疾人友好光环 服务员一视同仁的态度冷淡 饭吃一半 进来了两个巡警 心里有鬼的小吉紧张的又磕起了正经药 反倒是没脑子的尼克 还说两人很酷 就向慈兄大道 巡警不是为小吉他们来的 虽然是虚惊一场 但小吉也想起 两人还随身携带着凶器 等下坐大巴过安检 被发现了可不好解释 他果断决定 把刀通过邮局先挤回尼克家 小吉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妥当 但到了尼克那边就捅娄子了 到了巴士站 小吉才发现尼克只订了一张回尘票 而下一班去尼克家的巴士 要两天后才有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再回到先前的旅馆待两天 这两天 两人只是待在旅馆里看电影 怕怕 哪也没有去 小吉太迫切想要重新开始了 可是当公主逃出了城堡 却发现现实也很煎熬 他对尼克逐渐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为什么自己都焦虑成这样了 尼克却毫不在乎呢 重点是 尼克似乎还说不通 不太能理解自己的情绪 小吉终于忍无可忍 责怪尼克什么事都做不好 也根本保护不了自己 看着小吉焦虑哭泣 尼克也急哭了 他嘴笨的连解释都不会 但他深情地告诉小吉 自己爱他 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爱情本来就不完美 完美的避分港湾和忠正的爱 甚至都可能无法兼得 看你要选什么了 小吉破涕微笑 两人和好如初 第二天 终于坐上了回尼克老家的大巴 小吉能遇上尼克 应该算是幸运的 但没有男人的吉妈 却选择把全部注意力 放在女儿身上 时间回到了1997年 小吉长穿了一个健康的小门娃 吉妈一如既往地 过度保护着女儿 不许她和表姐们在外面野 而吉外婆呢 因为上了年纪 疾病缠身 已经坐上了轮椅 这天 她的轮椅不小心被卡住了 喊了半天吉妈的名字 吉妈才极不情愿地 缓缓走过来帮忙 吉外婆不想去临终养老院 赖在家里 史无前例地依赖其女儿 但吉妈也不待见妈妈 除了按时给她吃止痛药 连吉外婆想吃的营养粉 都生成了吃光没有了 吉妈把吉外婆当初对自己说的话 远分不动还了回去 又过了一阵子 吉外婆病危了 护工说 吉外婆的器官在快速衰竭 非常的不合理 问吉妈 除了静脉注射 吉外婆有没有再吃过别的药 吉妈当即否定了 护工离开后 吉妈就陪小吉看动画片 她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 毫不理会吉外婆对自己的夺命连环叫 吉妈分明有在定期喂药给吉外婆吃 药物很有可能加速了吉外婆的衰竭 这等于是吉妈便想杀死了吉外婆 很快吉外婆去世了 她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还是在责怪吉妈 大体是说 你这样的人让我无法爱你 妈妈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 竟然是我不爱你 吉妈得有多绝望啊 她立刻跑到小吉身边紧紧抱住女儿 喃喃重复着你有一个爱你的妈妈 随着吉外婆的去世 他们的房子也将被银行回收 没有工作没有钱的吉妈母女即将无家可归 吉妈在收拾房子的时候 发现当年坐牢寄给小吉的信 全被吉外婆藏起来一封美柴 在一次对妈妈失望之际 吉妈我要爱女儿的圣母心达到了巅峰 她开始呼唤小吉 却没想到小吉趁她不注意 偷偷去院子玩笨床 刚好摔倒了 医院回来后 吉妈告诉小吉 她伤得很重 不能走路 也从此开始 小吉坐上了轮椅 这一集回顾了吉妈的过去 我杀了我妈妈 而我的妈妈 原来也杀死了她的妈妈 仿佛一个轮回 逃不开的原生家庭诅咒 我们在成长路上 多少都有过讨厌父母的情绪 想着我以后一定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人 可结果往往是 我们便成了最像父母的人 吉外婆对待女儿的态度 是极尽羞辱 说你不行 似乎吉妈为了做和吉外婆不一样的 爱孩子的妈妈 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但本质上 两个妈妈都是要求女儿 无条件听自己的话 小吉的拭目悲剧 一开始就写下了答案 可是教育这回事 本就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遭遇了不够好的原生家庭 就真的过不好了吗 如果你刚好有想法 请一定不要吝惜 给我们留言讨论哦 说不定你的答案 刚好就改变了某个人的人生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数字三连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